咖啡甜甜 咖啡 你不能比啊 所以我一喝到這個就高潮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ly 今天呢 第一人帶我來 我覺得很棒的網美咖啡店 重點是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們有一個座福童子 來看一下座福童子 座福童子 好 不要理他 我用入鏡 這間咖啡店呢 它是巷弄中的咖啡店 剛剛觀察 我覺得這間咖啡店 它的客人好多喔 因為我之前去拍的一些咖啡店 翻桌率很高 而且它的東西是我們在網路上看的時候 真的是值得一拍 對 那想要知道這是咖啡的口味 趕快進去吃吃看吧 走啦 好多名字 好多名字 大家我們現在選了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座位 然後先坐下來 這是一個吧台 給大家看一下 這間咖啡店 它其實沒有那麼的大 就是有點小小的 我覺得它的咖啡 算是品質還不錯的咖啡 所以如果喜歡的咖啡 我覺得 不要錯過這些巷弄中的咖啡 大家知道在泰國的咖啡店 一定會有一些 網美的打卡景點 然後 這一間咖啡當然也有 欸 實在的你剛剛去拍照拍得怎麼樣 剛剛大使敗拍 欸 換你去快點 快點啊 不要拍 你看 網美的打了很久 然後你把我給我出來 兩個人 我默拍了 重點是外面很熱 然後我一直這樣 我還把門這樣踩著 我想說 對他一直叫我 然後我還跟斯萊在打 然後他說 他在走 OKOK 他在錄啊 不是 其實這裡還蠻好拍的 我覺得 雖然空間不大 但是如果今天人少的話 我覺得會蠻好拍照 因為它五點關嘛 大概三點四點 太陽就要沒那麼熱的時候拍 嗯 好啦 行啦 行啦 我要再拿鏡子等我一下 好 欸 我今天忘記擦太陽 欸 我幫你倒兩千 好 我們現在餐點都上來了 我們剛剛點了非常有趣的補料 這個引導餐的signature 叫 Hidden Jam 它的特點就是會把那個煙 裹在泡泡裡面 然後就 我剛剛看它那種還蠻療癒的 然後 然後我為了拍這個補這個畫面 我們沒有人用了不少三個 哈哈 因為剛剛太快銷是美化的 所以它泡泡裡面是什麼 煙 那它那個泡泡是 很喜歡的嗎 是 它是使用的 我們今天走的是輕時路線 對 所以我們點了可動 我們今天吃素 大家知道嗎 今天是元宵節以外 在泰國是萬頭節 今天晚上會有很精彩的活動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最後 所以我等一下去搓那個素湯圓給你 你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哈 不是技工嗎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它可頌還蠻好吃的感覺 原味跟巧克力 雙倍巧克力 雙倍巧克力 你知道他們剛拍多久嗎 只得二朵都老人家 大家如果要看Dina拍的照片的話 可以上這裡旅行 他挑感讓語言帶我們去旅行 Dina他最近有做一個project 我覺得是搜集各地的好玩好吃 然後很漂亮可以拍照 對 所以想看照片或者是訊息的話 可以看我的網頁 可是如果想要看有趣的東西 還有一些可以看那些動態 跟我們互動的話 可以看MV裡面 我很好奇這片 因為我剛上去覺得說 它這杯是多虛化的音樂 虛化的女人就批虛化的音樂 一杯一杯百杯 虛化的香味 嗯怎樣 你有虛化喔 它果香耶 我第一次喝到果香這麼濃的咖啡 可以給我沾一下 我覺得應該很好喝 欸我跟你講 我已經聞到了 他聞就聞得到那種甜甜的味道 你可能聞到我的髮香吧 聞到我的嘴香 你聞到我的皮香了 我剛剛忘記要講什麼 你們啦 有點像檸檬的味道 帶一點酸酸 我們想說那個檸檬糖過的味道 因為很特別 換我 好香喔 太好了啦 它在滾來滾去這樣 我剛剛有嚇到耶 牧蛇小姐現在 不知道怎麼講 檸檬檸檬 有一點苦 苦味 一點點 它是垂肝的咖啡 是有苦味 它其實裡面有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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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on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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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它有那個檸檬皮的苦味 你說乾皮 是 橙皮 是橘皮 不喝咖啡的人 那是我推這個 這杯很好喝 很特別啊 你是有喝到我這個嗎 這杯算好喝 因為我先喝這個 所以我在喝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它的味道很特別 它不是其他店家會吃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你就不如點一些他們這邊特有的東西 這杯當然很普通啊 價錢就不一樣 它是你拌一下 對啊 這杯百杯 我們兩個是公水的喔 兩杯比一杯 真的 90 90 100% 然後我現在想要介紹 另外一個 Tedon M 就是大家閉嘴 我不是把他夾起來 你到底要夾都好嗎 Tedon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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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它就慢慢滴 慢慢滴 然後滴了大概 1,000年 終於出現了 滴了2,000年 中途石頭都形成了 可以選三種口味 Tedon是玫瑰 蠻好聞的 他可以試聞 然後我覺得很沒有創意的點了抹茶拿鐵 因為阿姬剛剛已經喝完他的咖啡了 他的咖啡是用他這間店的 Basic的 對,經典的 你知道嗎 他的咖啡真的很香 對 因為我是天天喝咖啡的人 真的假的 對,我早上都會喝 就是雀巢 好,那咖啡天天 咖啡 你不能比啊 所以我一喝到這個 就高潮了 還沒 可以 因為我有點渴 所以我就先喝 看得出來 然後他的抹茶是零糖分 是完全日式 純抹茶 就是有點苦苦的 然後完全沒有甜味的那種抹茶 然後因為他是用鮮奶 家裡有養一頭牛呢 六高潮 泰國的通常店都會放很多糖在裡面 那這些就是Original的味道 你知道你有發現他們點到說 麥仔南丹跟麥仔丸 是不一樣的 麥仔南丹是 完全沒有甜 對 麥仔丸是還會給你為甜 對 大概 我們所謂的三分湯 嗯 沒完 但是還會甜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他有煉乳 他煉乳是甜的 他說完的話 他就給你加三湯匙的大白糖 然後 這一個我覺得大家應該也要試試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錄太久 我們冰塊融化 那我再給他回背影 欸我回來了 說你吃那十塊了 三天之後 六小時半後 不要一直幫我特效配音 三天之後 讓你全部都用上了 Core Open Caffe 這個是玫瑰香味的咖啡 這是一個計劃女人會點的東西 對 這杯也不利 180塊 有 加40 因為是特選咖啡豆 220塊 沙霸是可以喝兩杯 對耶 那我喝喝看 這個沙霸有什麼不良 你趕快品嘗一下 我本身應該 把它喝出的不良 我覺得很像那個 泰式紅茶 這顏色 它有花香 它不夠玫瑰的味道了嗎 你把這個笑我 如果你是喜歡品嘗 咖啡香的 是純粹咖啡香的人 我還蠻推薦這個 肉豆式咖啡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 比較fancy一點 然後喜歡一個口味 裡面有好幾種香味的話 就是推薦這個 槍卡 恐怖卡 讓牧蛇小姐 牧蛇小姐 要等她一下 1000年後 2000年後 不用等那麼久 明天過後 明天過後 對 先聞 我們的嘴香 我覺得她有點酸耶 她應該沒有等好那麼久 她不是中紅的 因為我個人不喝咖啡的人 所以我會選誰 這是signature 大推 很喜歡品嘗咖啡 可是通常這種咖啡是好的咖啡 對是好的咖啡 因為我妹妹 她對咖啡有研究 所以她會傳授一些知識給我 傳授是用手摸著你的頭 我們來準備吃我們可頌 那我要移動嗎 登登 你看阿姬啊 我們兩個就是原味的 她是在品嘗中 對啊 嗯 嗯 吃可頌 嗯 她的外層是酥的 但是我要老實說 她的奶油香味不夠重 我覺得我必須要趕快吃完 我才有辦法 我今天沒有偏談Saba 因為我們那天也有吃可頌對不對 有喔 那偏的很好吃 有啦 然後兩個相較之下的話 我自己講 就是 兩個可頌的皮來講的話 我覺得Saba的可頌皮 它的味道比較重 比較香 然後就算時間久了之後 它的味道還是很濃 這個可頌味道偏淡 妳要不要吃看妳的 我吃看 因為它也是可頌 它就可以跟那個 Saba's的堅果可頌 有點一樣的東西 Saba's的比較酥 好 那我們一起吃 可是我剛剛講話會被罵 你要講什麼 它的可頌的巧克力 很像廉價巧克力的味道 就是有加糖的那種 它不是那種經典的那種巧克力 新加菜巧克力是有層次感的 嗯 然後我update一下大家 它們價格 我真的覺得巧克力是128 一般的巧克力是65的一代 米歐卡 加脆雞啊是不是 米歐卡脆雞 脆雞是這樣 脆雞 折頭 脆雞 我們講脆雞 用南投人的菜 很合喉 口感如 我老實說 你們剛剛都不老實喔 嗯 我們喜歡老實說 我喜歡重點是 老實說我覺得原味比巧克力還好吃 所以呢大家 我也覺得 65塊是值得的 嗯 但如果買65塊 不如去Saba's吃 就去把那個誰 那個做那個可頌的師傅拔起來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等一下會去 一個 我們大家會沿路逛逛 我們大家會沿路逛逛 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 你可以聊天啊 沒有啦 我才沒有 等一下妳要看到對風雲人在拍照 大家如果想要看我們的美照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IG 下一次的照片拍得還蠻漂亮的 在Saba's 我要看十層啊 十層到 脫 脫 脫出去展了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換到了下一個地點 排站 我們現在去PSA賣 然後我們要去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所以大家影片要拍到最後 我只買手錶牌 我想看手錶牌 那因為這太熱了 我們兩個老人要先去水冷氣中 好 等一下我剛剛買了手錶 買那個茶巧男朋友 就是綠茶 蜂蜜 檸檬 買到手錶牌 我今天買男朋友的手錶 這裡是店位 百貨公司它外面都會有這樣的事情 每個禮拜幾乎都會更新 我們呢 約了一個特別的朋友 等一下一起吃飯 很厚重我們要幹嘛呢 我在IG問了一些問題 然後我想要來問問看我這兩位好朋友們 異國戀的優缺點 很爽 有什麼異國戀 優點就是可以 可以吃羊腸 要說什麼 我沒說話 文化上會比較不一樣 容易有隔閡 但有優點嗎 優點就是 優點就是這樣 嗶嗶 誰出的題目啊 IG粉質問 好 下一題 曼谷推薦的三個景點 第一個會推薦 鎮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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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鎮王寺外面的咖啡廳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可以坐船 這是我推薦的 可以坐淡水的船 那是渡輪吧 我藍色公路 我沒錯過 曼谷有一個 那個 Icon Icon 誰啊 那個商場 對那個 我推薦的是 就是鎮王廟對面的一間餐廳 叫塔阿露 就是我覺得它菜不錯吃 然後晚上又可以看夜景 所以我覺得好拍好吃又好玩 然後再來就是 山頭戰相國路館 反正念頭這邊有夠 裡面的雕刻跟那個 雕刻還蠻漂亮的 剛才可以從 十八層樓高往下看 還有一個小窗 然後下面的東西 對 下面是天堂 下面是地獄 然後人間 接下來下一題 有沒有 可以自駕 然後不遠 又可以兩天一夜的行程 自駕 可以去房車人吃海鮮 可以去 看海豚秀 對不對 阿油泰亞 可是我不會去阿油泰亞 因為阿油泰亞很多鬼 我是不知道 可是阿油泰亞可以 很賤 你知道我上去阿油泰亞 可以跟我講什麼嗎 什麼 全部都是骨頭啊 下午一點之前 我就離開永遠 我不會過夜 那我們先move on 到下一個地點吧 下課 山中的戀愛 國會長 黃明出身 我們現在到了一間 泰國的素食餐廳 然後想吃得嘴推薦我的 然後這一間 因為我上次我就不錯 然後剛好今天低冷吃素 現在有個新的朋友加入我 他是大衛 我是大衛 大家好 你的衛 因為我肚子超大的 我們的頻道是 蔡去衛放送頭 在泰國的台灣人的一些故事的分享 今天的節目叫做 深夜聽堂 我很好奇深夜聽堂是什麼樣子 分十八鏡的意思 對 半夜十二點之後 一直被鬼 這樣他會收 慢慢的說 深鏡有某某幾率 真的是一路裡面 這個主意好像還不錯 請他來抓走他 是聲音的聲 這是很深的聲 因為我們想要做這個深夜節目 然後聊一些比較 金色 第二題是彩色的 第二題是雞彩 所以深夜訪談是交信路線 OKOK 大衛這個是 有信憲 有信憲 有 大家訂閱起來喔 那大家去訂閱一下 趕快幫我破千人 深夜聽堂在聽堂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繼續 一個IG單元 到現在啊 無法適應的事情是 在泰國嗎 對 泰國人太賤 真的 等一下你們會有慢的感覺嗎 我現在覺得我已經 已經容物他們的慢 你說泰國的規律嗎 沒有 我還是覺得他們很慢 超慢 對啊 有時候走在他們後面 都快透不了 假如連狗走過了 我都會生氣 對受不了的我覺得 大衛都會認同 泰國人很沒有責任感 沒錯 這是我錯的 但是如果出事情的時候 是你家的事情 對 好可怕 好可怕 我今天點的是 天上 天上是泰國一個很知名的歌手 對 剛剛之前跟我講 我完全Gap到 我也不知道 他其實是專屬 裡面有放蘿蔔 好酷喔 好酷喔 這看起來完全不像褲子 這個好大 也太像那個 你搬得好會小了吧 好 那我再問 曼谷的貝爾斯基 會主動摊坦嗎 蛤 你沒有遇過嗎 沒有耶 可能是我長這樣 沒有人想說我摊坦 我遇到超多耶 可是他說 你是外國人喔 你在這邊工作嘛 你遇過最誇張的問題 我遇過一個最誇張的是 問我是不是 XX 對,這是我第一次喔 在路上被丟包 我也是沒有被丟包過喔 太可以跟司機這樣聊幹嘛 你沒誇 這個是 有點辣 這個好吃 這個菜我很喜歡 紅 蝦鳳 蝦鳳 妳不是說要問去哪裡好玩 泰國的地點 哪裡好玩是嗎 對對對 你知道你員工有幾個蠻親密的 因為我們公享會孤假 然後呢 人家都要開到什麼 女生比較勤勞 不會 沒有分難 但是我發現喔 就是泰國的 人腰 妳講人腰不太好 第三星 對 的工作能力都很強 然後我反而會比較喜歡跟那個 Lady Boy的拍照 對啊 他被人罵 Lady Boy的 Lady Boy的 人家不然想說Edita 喔 Edita 喔 欸 說是連鳥姿跟DL的鳥 她的鳥姿才是大鳥 Edita是DL的代表嗎 妳可以 這我遇到D 然後陳蕾的題材彈 唱一下 我不會唱 為什麼會唱 我不會說我歌耶 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不要超過兩秒 我反正要給誰 你知道嗎 陳北 哈哈 大家知道 立遠是廟公嗎 然後他剛剛收到一個群組的邀約 是什麼 泰國玄天上帝廟 廟公群組200多人 我加入了 而且我剛剛加入的時候 我就偷偷瞄了一下大家的 profile 你知道上面是什麼嗎 什麼 心平氣和 殘心死 下一個 今天 萬佛節 所謂的萬佛節 就是什麼呢 敵人 因為泰國每個禮拜都有佛節 然後剛好是一個大佛節 然後它名字叫萬佛節 泰國人會習慣著這些特別的節日 大佛節的時候 拿著蠟燭去寺廟繞三圈 欸我們等一下是要做談判嗎 我們要 不是我們是在幫自己消夜障 佛泰國人在佛節的時候 都會拿著蠟燭去繞廟三圈 等於是幫自己消夜障 這個TEMPO 它在彩空 有經濟輝煌喔 對啊很漂亮 而且你知道嗎 這邊還有小夜市 小市集 對 欸我們家Stella不見了 欸這個光好美喔 剛剛後面有一種仙女的感覺 哈哈哈哈 想要賣掉 你想要買 他想要買尿 你才要買尿 你才要買尿 我不能對觀眾 欸我想吃那個粿 那邊是素的吧 我發現一群人失控了 不是 因為我想說旁邊有很多吃的 我就很想要賣掉 阿記在哪裡 阿記失控了 這邊 阿記你買了嗎 阿記你買了嗎 沒買 因為他 他要我買大份的 為什麼 為什麼只能買大份 我不知道 他都講40塊阿 我就不常買 為什麼賣套 感覺人蠻多的 我們先進去看一下吧 好 走囉 我們說這個第一件事要幹嘛 就是你拿著20塊 然後阿提塔 然後投到箱子裡面 然後再進去 然後放進去 阿提塔要講什麼嗎 就先去想想 然後再捐善室 然後就放進去就好了 對 然後拿一組香 櫻花 咦他們好味道 都可以 走吧 走吧 這個你有折過嗎 這個好漂亮喔 這個好漂亮喔 我們現在呢 要先把香點了 因為其實我不會先點蠟燭的人 其實要先點蠟燭 就一起走 不是因為蠟燭很容易洗掉 所以我就不會點蠟燭 然後我就先點香 然後我們就開始繞這四秒 繞完三圈之後呢 我們再拿這個蠟燭 點完之後放在這邊 然後再把花放在旁邊 然後香插上去就可以了 煎繞的時候你就可以 像我們有時候我就會 念經啊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們可以 就是說阿我現在怎麼樣啊 希望怎麼樣啊 然後繞三圈 希望一切越來越好 這樣就可以了 繞順時還沒 順時時間 順時時間 繞三圈 跟大家說我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真的 要看別人怎麼做 他真的好專業 我們現在真的是第一次 做這個 然後 要合掌 要合掌 然後大家好謙誠 Zia你也是第一次參加 對啊 你覺得如何 你有感受到這個 我覺得很特別 我也覺得 那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 平靜的感覺 就是你的 覺得有那種安定感 心承散戀啦 心承則靈 對對對 對對對 你覺得如何 這很酷耶 就是第一次看到 這是一次嗎 沒有沒有 但是其實不定期 然後他們會有一些 就是大佛節都會有 所以其實 你要真的很懂得 泰國文化的人 才會知道這些東西 真的 而且我剛剛才知道 那個 點蠟燭的時候 我剛剛才知道 點蠟燭的時候 點蠟燭的時候 不能把 不能點別人的蠟燭 你要點蠟燭 對 一定要自己點自己的 要不然會接一點點 自己的運氣自己加 好 那我們就 做一些日子 我們去寺廟裡面 坐一下吧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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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現在 他們兩個很熱烈的 在討論拜拜玩的 經歷 他們兩個感觸 在有大佛節 我已經不會錯過的人 對 我是覺得還蠻平靜的 現在 因為我只要聽到那個佛 那個叫什麼 佛節 佛節 這樣會告訴一些做人的道理 嗯 那我聽不懂 我都聽不懂 我都聽不懂 我剛剛看完了這個廟會旁邊的食物 我覺得 有點小小普通 但是 沒有因為它是小廟會 所以它東西吃並不多 沒有選擇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到百貨公司裡面 去找一些東西吃好了 坐下來喝一喝 然後我們聊一聊 對 其實我現在有點餓 唉 到了百貨公司裡面 我們現在做好了 我想說來一個平靜的收尾好了 今天剛好是萬佛節 然後想要訪問一下這兩個人 一個是已經冤天很多次的人 跟一個第一次冤天的人 心得是怎麼樣 我們來問一下 萬佛超 中 你要有中中中 你要後退爐 萬佛超 中 你要上特效 沒有 沒有特效 我完全是不嫌妳的感覺 我們要感謝 低倫妙宮 的協助 讓我們度過了一個平靜的夜晚 然後我覺得還蠻平靜的 我覺得有那種 心理很平靜 對對對 就還不錯 然後一個特別的經驗 下次如果這個活動 你還想參加嗎 對 我要帶金花蓮去 怎樣 你要跟和尚炫復嗎 你這樣不行 因為裡面都是金碧輝煌那種 可是這個穿短褲進去也可以欸 好特別喔 因為我們不算 我們不算是真的去 廟 我們 因為剛剛我問第一人 第一人說是有分民間 跟那個國隱的 國隱的廟 他就會很care你的那個服裝 這個 就不行 但是今天我們去的是 民營的吧 可能這樣就會有差 有這樣分喔 欸 你是怎樣成為廟公啊 你真的很厲害欸 他現在也加了一個群組了 對 廟公群組 你是怎麼樣 你的廟公的歷程 其實沒有 特別的是 因為我覺得人在海外吧 然後就會靠宗教來當衛警 所以心靈很空虛 寂寞覺得冷 而且啊 我真的覺得 Elly跳拍片的時間 真的很奇怪 沒有 你吃素的日子實在太多了 很難避台 沒有啊 就一個禮拜兩天啊 禮拜三跟佛姐啊 但佛姐每次出現都是我拍 我要拍影片的時候 都禮拜五啊 不是 對 後面的 後面的兩個禮拜是禮拜五 不是前面兩個禮拜是禮拜三 同一天 就是默默的 3355 就是3355 那個不要臉的台詞再說一次 我很滿意我今天髮型 因為我今天有在研究那個 瀏海 到底要怎麼弄才不會閉塞 因為我前幾支 影片的瀏海都很閉塞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成功了 因為我們今天拍攝 好像我1點一直拍到現在已經 幾點了 9點了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瀏海非常的完美 沒有PC 現在來訪問Ali小姐 請問Ali小姐 今天妳第一次邊天 妳的感覺如何 我之前 Nelan其實有帶我去照過一次 但是那一次是拍攝 我沒有真的很認真的去參加這個行程 而且我發現探館真的超前程 妳好敢講喔 因為那次的第一次真的拍攝 而且妳一開始這樣照 妳還不是要 欸可是我只要一進市面 我就會很認真欸 就很認真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種尊敬 嗯 然後我第一次這樣子照三圈之後 我還進去聽否定 我感覺內心現在非常平靜 所以我們就來一個平靜的Ending吧 好像 妳有平靜嗎妳有平靜喔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手機都拿不穩 妳阿不斗給我心想事成 事事順心啊 妳知道進完寺廟就是要說一點吉祥話 不是嗎 那妳剛剛不是說不要犯六戒 不要犯了就是一贏別人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 然後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 體驗完這個完美的一天 然後喜歡這類的影片呢 歡迎多多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多一點鼓勵 然後也不要忘記去Follow我們的IG跟Facebook GGGG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